当群情激愤 老老少少走上街头 当神明出动 宣誓强烈的抗争决心 足冬沙坑村的居民 为了抗议掩埋场设置 老老少少绑上头巾走上街头 让这个原本宁静的山村 掀起一场巨大的踪爆 原本宁静的小村落 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村后的山谷里将要设置一个 事业废弃物及灰扎掩埋场 事先毫不知情的村民如同青天霹雳 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他开发的方式叫做BOO 我们大家都没有听过叫BOO 所谓BOO跟BOT有点类似 高铁就是BOT 新建营运跟移转 那BOO的意思就是 新建营运 然后最后土地的所有权人是 由新建的厂商最后在拥有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开发的单位就是伟盟公司 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穹林 穹林那个州太岁海 那个地方那家公司 伟盟公司在陆寮坑那边 那位置呢 在我们的沙坑跟福星村 村中的年轻人纷纷上台 告诉老人家们什么是掩埋场 并且质问乡公所人员 为何村民对设置计划毫不知情 公所知道 沙坑村不知道 为你出往哪边 公所 这个村长没有关系 公所他不信任给村长的话 村长怎么知道 对不对 为你出往哪边嘛 这个是不是请公所 也听我们做一个解释嘛 通知村民吗 最后呢我通知了吗 有 我通知了 如果说他要公告15天 那我请问相公所 他公告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这样各位讲好吧 公告 我贴一张公告在我的那个 相公所的那个公告栏里面 那我请问一下 相公所请问各位相名 有谁有市民 市会到相府走一趟的有没有 请提出一下 这位先生我还没讲完好不好 我还没讲完 公告地点不对 你稍等一下好吗 我还没讲完 我另外三张呢 代表一张 两个村长都有 我想我这样做已经 已经达到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那个 必要的手势 我都已经做了 我想我应该有做了 沙坑村长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接获通知之后 为何没有主动告诉村民 而且所有的新建程序 几乎已经完备 安坑的案子是说 区委会跟农委会都还没有通过 可是你们的这个掩埋场是区委会 农委会 环评 程序全部都走完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程序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的说明会 因为这个是唯一 唯一这个掩埋场 唯一一个法定程序 最后一个法定程序了 如果我们全部都没有人去的话 他的说明会就办完了 那他就可以动工了 我们我们接下来没有没有长期抗争了 各位 我们没有明年的抗争了 我们只是要最后一步了 说明会这件事情 面对动工兴建的最后关头 村民们决定组成自救会 以众人的力量抗议并且阻挡掩埋场的开发 我相信我们的村民大致都是反对对不对 对 大家请几手表决一下吧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宣布我们的自救会成立 自救会的成立 宣示村民的决心 但是也让人好奇沙坑村反对掩埋场的理由在哪里 沙坑村位于新竹县恒山乡 村中居民约有一千多人 原本是个宁静的小山村 百年来客家居民在这里生根发展 家住在山坡上的余先生 老宅就坐落在清脆的山丘上 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 但是他不懂掩埋场就将盖在他家隔壁 为何始终都没有人告诉他 现在看到那个相思林的后面 那个林线的后面就是 他就是来测量的时候 然后也没有告知 然后我们问他说 这是属于私人土地你在做什么 然后他还讲说他在执行公务 然后完全没有告知说 他的用途要做什么这些 他也不说后面这个概念吗 没有没有 他只是讲说他在执行公务 然后执行他的业务 这样子 他没有讲说用途 沙坑村因为紧邻城镇 交通便利 居民渐渐离开农田 到城镇找工作 在将近三十多年的休耕之后 村中许多农地回归自然 孕育出多彩多姿的动植物生态 沿埋场预定地的中心 原本是一处灌溉用的皮塘 但是现在却成为充满自然延去的湖泊 我们这边的这样的恢复 以前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那些原始的生态 这样可以教学用 可以充满知识 可以让研究学者来 来研究这个地乡的生态 也许可以发现未知的生态 你都可以好像挖宝一样 可是你当那有毒的废弃物埋在这里来 你只能是消灭这些 你这些毁掉了 没办法其他的办法恢复状态 野埋场对生态的破坏成为村民的隐忧 但是更大的威胁来自水质的污染 由于掩埋场设置在溪水上游 一旦遭到污染 危害的将是数十万计的人民 刚才那个掩埋场的地方留下来的下游 那个叫新陈郡 新陈郡在往下游流的话 会跟马五都西交汇 在东光的地方交汇 再下来之后到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开始叫做凤山溪 那凤山溪的话 它的就是说有取水口的地方 在就是说就是关西的自来水场的取水口 我们现在画面看得到的地方 是关西自来水的取水口 那我们现在关西的证明将近有三万人 在饮用这个自来水场的水 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生态环境来讲 水的水质的污染的话影响蛮大的 当地居民怀疑新竹县环保局 到底是如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于是他们再度召开自救会 要求环保局长前来说明 这主要目的就是说 所谓告别式的意思就是 再见嘛 回去了嘛 就是回家烟马场就再见 主要表达意义在这里 由于担心厂商把自救会变成说明会 以便顺势完成动工兴建的法定程序 许多村民在门口严加管制 并且要求与会人员签下窃节 证明这是一场单纯的村民自救会 可是这不是应该业者来跟他们说明吗 没有 这因为他要求我们居的 是他们要求的 是村子里面的 对对 他们有这个声音出来去找县长 那我们本来也有意愿要说明 那刚好 好啊 因为他更信 你说明会是因为环平之前 为什么不说明呢 环平在程序里面本来就没有在前面说明了 而且这个过程 你们的环平根本很烂的 我们都等一下一起说明好不好 因为这样再要 你现在说明 你今天是公开公听会还是说明会 没有 都不是 非法定的啦 上次我们讲过 不是 我们讲过了 非法定的说明会跟公听会 恒三江 反对设置独飞扎 全民自救大会 大会开始 你刚才讲的呢 我做几点跟你说明了 公听会呢 我们会办啦 不是我们办 伟盟到时候会来办啦 第二点呢 这个场是没有污水流出来的 这个场是没有污水流出来的 他说没有污水的问题 好 你在这个里面就有设计污水排出 如果没有污水问题 你干嘛要设计污水排出啊 简直 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 我告诉你 安坑眼埋场的设计里面 就有污水的污水处理场啊 怎么会没有呢 就算没有污水的话 老天不会下雨吗 不会渗透吗 在火爆的气氛中 居民要求重新审查 而环保局无法做出承诺 双方并未打承拒绝分析 面对村民的极度愤怒 新竹县长郑永津也到县场探刊 实地了解 他想说掩埋场的问题 我才知道说掩埋场在这附近 而且造成这个污水进口 这个局长 这个有没有办法改善 这个好像有一笔签被 有时候要起一笔签被来 我不知道忘记了 有没有起过来 县长前来探查 依旧无法做出承诺 只能要求改善饮水问题 但是时光流逝 事情完全没有动静 村民不愿哭坐等待 决定再往中央讨个公道 反对水源地设足够战场 反对水源地设足够战场 还我亲自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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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里的老老少少搭车北上 到内政部营建署抗议 希望在审核新建执照时 重演把关 所以当然乡民 我们的乡亲提很多的意见 就是说 它有福信 那么这个底下有很多的 这个既然水的东西 这个影响我们几十万人的 营用水的问题 还有这个玻璃 超过多少的开花等等 涉及到环保的东西的话 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环平专家委员的意见 那么这个他还没做回应 今天我们也请大家 要务力赶快把这些意见 还运给环保署 还有县政府的环保署 将近两小时的会议 得到的结论是 中央尊重地方 问题又回到县府身上 中央地方相互推责 没有行政单位 愿意积极处理村民的疑虑 纯仆的村民更诉诸神明 请求神明主持公道 于先生抬着神教 在县府门口不断冲撞 以民俗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决心 我们居民已经失去耐性了 所以我们只有到新谷 我们客家人的信仰中心 然后请一名爷来替我们做主 因为我们那个人设进去的话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已经没有退路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就是抱着死路一条 然后就是整个引起我们就是民怨了 已经沸腾到极点了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动作了 环保署从91年起 在台湾各地规划 十个灰炸掩埋场BOT 第一个案子是安坑掩埋场 结果被居民质疑 环凭过程出现缺失 进行强烈的抗争 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环境保护运动 沙坑掩埋场很可能会继安坑之后 引发另一场风暴 政府今天不是我们不信任你 是你们政府不让人民信任 你们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今天看你们前面这几些图 也包含了一些固化的要掩埋的东西 机长你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政府做的啊 那你怎么给我保证呢 那你怎么给我保证呢 面对庞大的体制 沙坑村民不知自己的未来将是如何 就如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规划新建的过程中 他们始终被蒙在鼓里 在环保政策上 从焚化炉到掩埋场的新建 几乎每件都遭逢当地居民的抗争 这些冲突巨马每次上演 政府除了依法强制驱离之外 也该思考究竟在选址 环平沟通的行政程序上 哪个环节发生了问题 让宁静山村的老老少少 誓死捍卫家园走向风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